节奏 节奏 这样的肉片很嫩很滑 这个拌起来很好吃 这得上酒啊 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在超市里买了两个像这样的猪里吉 两块 然后你要收一下田园猪扒 我有很多种做猪扒的视频 那我今天换一种吃饭 我用这两块猪扒做三道菜 好吧 现在就开始 洗这个猪扒 我不是为了它不干净 这个已经都处理干净了 重点是要把它的血水洗掉一点 没有腥味 你也可以拿到水里面再浸泡一会儿 这样就会减少一些腥味 好 里吉肉切成长方形的薄片 尽量切薄一些 后面敲打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今天这三道菜非常的随意 所以我就不给出具体的食材数量 我们切好以后放到碗里 给它稍微腌15分钟 腌料主要是盐 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可以多放一点 还有米酒 酱油 然后用手使劲的抓 多抓一会儿 让里面的这个酱汁吸到肉里面去 同时我们准备这些淀粉 我用的是地瓜粉 你可以用生粉素粉都没问题 腌好的肉片 沾上淀粉 要用一点力气压一压 让肉多沾一点淀粉 一会儿做出来的肉比较嫩滑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肉拿过来 这个粉越多越好 然后就这样给它敲 敲成薄片 但是如果怕这个会溅的话 这个放一张保鲜膜在上面就行了 锤子呢这个是我那年沃玛买的 它有两面一面是有尺的一面是平的 那我今天基本上就用平的这一面敲 如果你的肉没切薄太厚的话 可以先用这个敲完再用平的敲 那我这个应该够薄了 往外挡 好就像这样的薄片 看起来是透明的 如果你喜欢它更嫩滑的口感 你可以再沾一些淀粉 你平时其实可以多做一点 然后速冻起来 要做菜的时候随时拿出来 那我要做的第一道菜 就是肉片汤 其实有点类似浮顶肉片的味道 切成小片 你吃多少切多少 然后同时烧开一锅水 水量稍微多一些煮出来 会比较清爽 翻滚的时候放下去 烫2-3秒 马上就取出来 这样会比较嫩 当然前提是要断生 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另外取一个锅 用刚才烫肉片的汤 倒一点过来做底汤 没有的话你可以用高汤 青鸡汤都行 这个调味料是典型的福建的味道 尤其是福中闽东地区的 福顶肉片也是 大概是洁净浆的味道 里面放些葱花 紫菜 鱼露 我是没有放太多鱼露 我就放几滴 然后用盐代替这个咸度 你也可以全部放鱼露 不用放盐 白胡椒是不能少的 米醋 米醋最后放 尝一下 酸酸微辣 非常的鲜爽 尤其是紫菜的里面 它是很鲜的味道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再放一点 切碎的榨菜末 或者你喜欢放点麻油啊 其他辣椒粉啊都行 就开这个店 就开这个店 你要去敲啊 用机器可以 哈哈好吃 第二道阿婆做什么呢 我们来做凉拌肉片 麻辣的啊 我们这样凉拌肉片 切成这样 同样把水烧开也是 一般是几秒钟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这么薄 我们先把火要先关掉 几秒钟就出来了 否则肉就不嫩了 把它放凉 好 好 木耳给它煮熟一下 然后准备一点香菜就可以 黑木耳一般在锅里煮三五分钟就熟了 然后最基本的调味料就是 盐 酱油 香醋 或者橙醋 还有这个 藤椒油 也就是花椒油 就行 麻的味道 非常香 然后你想更劲爆一点 咱们再加上 辣椒粉 小米辣 葱花 你也可以放蒜末 然后我再放一把香菜 这时候就可以浇热油 跟辣椒上椒油 好 这个就很劲爆了 这是乔夫最喜欢的 味道煮了就对了 太对了 这肉片不柴呀 就已经是多大成功了 嗯 它很Q啊 既没有放内容水 也没有放七七八八 就敲打敲打它 对 好我要做的第三道菜 就是用这个肉片来炒洋葱 我们把它切成小条 然后同样放到滚水里去炭 那这个的炭法呢 就是其实一下去就要上来 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炒嘛 所以你不管它断不断生 先给它拿出来 好 我们起锅 把这个锅要烧热 我们再把洋葱进去 洋葱要小火慢炒 这个同时我们准备一下酱料 我一般就是米酒或者料酒 加一点酱油 你可以放蚝油 我只是放糖 稍微多一点甜口 然后再加盐 最后兑一点点水 洋葱呢一定是要炒得很软 炒得很软 把那个甜味炒出来 这下先下料汁 基本上可以关火了 把肉放进来 翻一翻 拌匀一下就行了 就炒一个肉片 这样的炒的肉片跟你 那种切一块块炒的肉片是不一样的 它的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 洋葱炒肉 我愿意说洋葱炒肉就是下饭神器 这肉有弹性 有点像什么 这里有卖猪颈肉 对对对 它有点脆脆 嗯 它就是脆脆的感觉 这肉是脆脆的 这样很好吃 好吃 好吃 好 好吃 吃 好 吃 麦芦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